在大家的眼里 我可能是一个成功男士 陈九 事业有成 生活稳定 甚至会有一些人会羡慕 既然时光可以倒流 我相信我们的感情 也可以从新开始 在你的心里面 爱情是为了婚姻 而在我的心里面 无意是因为爱情 我就想问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告诉你什么 你告诉我陈九是你前男友 喂 我不是说给我儿子辨解了 但是有些事我都必须说清点 五年前的事 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吗 五年前的事 我和你之间的事 你凭什么把小雨拉下来 你不能求我 你能娶她是吗 我向你道歉多少次 姜耀心你是不是有点太任性了 我现在所有的生活 都让你毁了你知道吗 你们像你这种混蛋 不值得原谅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我们还没结婚呢 你是不是后悔向我求婚了 我以为我能扛过去 但是我发现我可能就扛过去了 口口声声答应我 会替我照顾好爱丁 结果呢 你把汉阳扔给我 不是因为没有把她当人 是因为就算她是亲儿子 你也会把她扔给别人 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前几天我去体检查出了一些问题 医生说可能是癌 我才突然明白 有的遗憾 我已经没法再弥补了 我原来一直认为 所有的婚姻都是一成不变的 不对 新婚燕耳 洞房花烛亲亲我我 这是婚姻 几十年以后 白头偕老相濡以沫 以后的路 就是两个人一起走 一起去掌握现在 一起去迎接不可知的未来 这就是婚姻 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难 你都会撑得住吗 撑得住 你坚决的这一切都会感觉吗 勇敢面对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发生的市场 并没有人 会半变 对 看来 什么 好 也不就是